人生四名TOP10球员,20岁生日的田和ATP罗杰斯杯,亚军斯蒂法洛西西帕斯国籍,希腊出生地, 亚军生日,1998年8月12日升高,1.91米体重,83公斤运动项目,网球技术特点,右手吃拍,单手反拍,斯蒂法洛西西帕斯,这位20岁新秀很可能成为未来男子网谈的霸主,在昨天结束的ATP大师赛罗杰斯杯决赛中,西西帕斯戏败,但对于男子网谈来说,过去这一周是属于西西帕斯的, 他连胜了四位TOP10球员,世界排名升至第15位,他向世人证明,自己有力足乃至未来称霸网谈的牵制,神勇一周连胜四名TOP10球员,当地时间8月12日,西西帕斯迎来了自己20岁生日,这一天,西西帕斯第一次站在ATP大师赛决赛场上,他也是11年来大师赛决赛最年轻的球员, 上一个门在20岁前几身大师赛决赛的是德约克维奇,他在2007年打谢曼阿尼大师赛,10年仅19岁10个月,2比6,6比7,尽管输给了纳达尔, 西西帕斯成,过去这一周,西西帕斯是寻回赛至至首可热的球员,在打进决赛的路上,西西帕斯一路战胜了世界第八地姆,世界第十德约克维奇,世界第三资维列夫,世界第六安倍森,直到决赛输给世界第一纳达尔,尽管没能捧飞回家, 但西西帕斯成为1990年,来在同一阵赛事,跳落斯维托布时的最年轻球员,这其中,西西帕斯接连两场比赛晚就赛点过关,八强赛对阵资文列夫,西西帕斯一度3比6,2比5落后, 他在极为不利的情况,下来就两个赛点,最终以3比6,7比1611,6比4淘汰为免冠军资文列夫,战胜了这么多排名高的选手,我已经无法期待比赛更好的成绩了,我打出了非常疯狂的网球,我非常确定观众也没有预计到这一点, 我自己也是,西西帕斯成,让所有人想不到的是,西西帕斯决赛中的那达尔,制造了足够多的麻烦,第二盘甚至拿到过盘点,他非常年轻,对网球充满热情,他有着极佳的正反手和很好的发球,那达尔用全面,来形容西西帕斯,他并未拥有哪一项突出的技术,他很全面,拥有成为一名顶尖球员的所有要素, 神速一年排名飞升150多位去年这个时候,西西帕斯世界排名,只有168位,还在挑战赛中打拼,也未曾品尝到一场ATP徐悔反正在胜利,一年后的现在,西西帕斯在打叫罗杰斯杯决赛,后世界排名已来到第15位,对一名刚刚年满20岁的年轻人来说,这刻是非常高的起点, 这样的变化是绝对想不到的,我确实变得和去年完全不一样了,西西帕斯说,自己还是同样一个人,却是迥然不同的球员了,我改变了很多,在网球上取得了进步,我比以前更为稳定,在场上思路也更加清晰,我自己投身到这项我热爱的运动中,我从小就热爱他, 我对现在做的事情,有着极大的热情,本赛季从哄土赛季开始,西西帕斯越打越自信,再把赛罗要打进第一个选会赛决赛,同样输给了纳达尔,今年温网,西西帕斯又成为公开赛时代,首位打进大满贯16强的希腊人, 北美应地赛季开始前,西西帕斯的排名,已来到第二十几位,俨然成为自为乐夫,之后新生代二号人物,关于这一点,刚刚在罗杰斯杯第三轮,输给西西帕斯的德约科维奇有一定发言权,毫无疑问,他绝对是新生代的领军人物之一,尤其是本赛季,他取得了不少非常棒的胜利, 他表现出了自己的能力以及自控力,他非常有才华,也曾是非常出色的青少年选手,如果继续保持这样的势头,他将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,如西西帕斯有多巧,有一项数据足以证明,在二十岁前,西西帕斯在对阵TOP20球员,的战绩为11胜11负,对阵TOP10则是7胜9负,在身体,心里尚未完全成熟, 书的时候,西西帕斯已然具备了一流球员的情志,神秘母亲是前苏联职业球员,西西帕斯的父亲是希腊人,母亲是俄罗斯人,两人都是网球教练,西西帕斯的母亲塞尔尼科娃,是前苏联职业球员,曾代表前苏联出展过联合会碑, 刚升下来时,他一直举着小手,像是在打高压球,母亲塞尔尼科娃预言西西帕斯注定会是个不错的网球选手,儿子三岁时便开始教他打球,受偶像费德勒的影响,西西帕斯也是一名单板球员,值得一提的是,除了西西帕斯, 当今网谈几名优秀新生代球员诸如茨文烈夫,沙拉瓦波夫,他们的母亲都有前苏联网球背景,2015年,不满17岁的西西帕斯,前往位于法国的莫拉托鲁网校,莫拉托鲁正是小微的教练,在那里,西西帕斯得到了跟德约科娃奇等高手训练的机会,一年后,西西帕斯登顶新少年男子第一,排名也首次进入到前200%, 2017年,西西帕斯全面转为职业球员,这一年,西西帕斯在上海迎来大师赛首秀和首场ATP正赛胜利,从上海大师赛到罗杰斯杯,西西帕斯用了七个大师赛就打进决赛,来看看四巨头在这一箱上的数据吧, 那达尔用了八个,德约科娃奇用了九个,费德勒用了十八个,而穆雷用了二十四个大师赛才打进决赛,循环赛中,西西帕斯显得与众不同,他在转播镜头,前面希腊森林大火刺伤者祈福,也会写下从没有越来越简单的事情,只有越来越强大的你。 邓华宇,这一切,与他对待职业生涯的态度有关,西西帕斯十一岁时,父亲阿波斯特洛斯辞去工作,专心陪儿子周游世界,一边比赛一边旅行,每到一个地方,西西帕斯会用摄像机记录一切,然后发布在社交媒体上,这是唯一能让我减压和减轻失望感的事情。 当我拍摄它们时,我感到比以前更快乐了。 西西帕斯说,专题转栏先听报记者宗海光。